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富豪的管家赵妈的照顾 带进富豪家做女佣 赵妈带着她熟悉环境交代工作 认识了富豪男主人 富豪的女儿纳美 以及即将诞下双胞胎的女主人 说起富豪的家情 那可真不是一般的有钱 吃不了的山珍海味全要扔掉 因此赵妈忙活了一天之后 仅仅是剩饭也比普通百姓吃的好很多 忙碌一天在外面抓钱的富豪男主人 回到家中和妻子喝着红酒闲聊着 怪小嘎咕漏寡闻哈 怀着喇嘛大的肚子还能喝酒吗 请问忙碌一天的恩怡脱下高跟鞋 堆在自己床上 胆小的纳美不敢自己入睡 于是恩怡把两个人之间的门拉开了 这也让两个人的心开始慢慢靠拢 一般人家早上醒来 都是匆忙的吃口早饭赶着上班 对不对 可是富豪家可不敌 赵妈和恩怡在厨房赶制着精致的早餐 鸡蛋单面煎五分熟 还要撒上黑胡椒 早点星巴唧唧的还要整条鱼 而一早响起的钢琴声 让恩怡产生了疑问 当他把早饭端到富豪男主面前时 心下说 我去哥们还有这手艺 富豪男主在家中 女眷们爱的目光下去上班了 傲娇的女主人 白天享受着精致的早餐和泡泡浴 夜晚还要恩怡给他擦指甲油 看到这儿小嘎突然对前面孕妇喝红酒 感到没有什么好惊讶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只要你有钞票 没有什么得不到 夜晚富豪该回家了 恩怡提醒太太 自己该去给富豪准备洗澡水了 穿着超短裙的恩怡 勤奋的刷着大澡盆 好让富豪一会儿好好的泡一泡解解法 此时富豪已经到家 看了一瓶Romani Condi 他现实到了一个杯底 接着摇一摇 然后吻一吻 再来转一转 喝到嘴里数三数 然后发出要把红酒滴出嘴巴 再往回吸的声音 最后一口咽进喉咙里 啊的一声 富豪男主对孕妇妻子表示 这个酒不错 喝喝看 好喝多给哦 然后一把推开浴室的门 看到有点湿深的恩怡 富豪的眼里顿时冒出了星星 恩怡时向的离开 富豪的眼睛却一直跟着这个 看上去有些像孩子的调皮女佣 下雪了 一般人是不是会想到 我在家里吃火锅呢 富豪一家三口 带着恩怡一起去山顶泡温泉 这才是正确的雪天生活方式好吗 我去 接下来是更正确的打开方式 半夜男主人拿着他名贵的红酒 来到了客厅 卧槽 习惯罗睡的恩怡 看到男主人下楼赶紧穿上内衣 男主人递给恩怡一只杯子 恩怡尝到了生平 第一次喝起来如此美妙的红酒 一杯下肚身心愉悦 可是喝人家的嘴短啊 男主人让恩怡打开毯子 然后 此处你们看到的应该都是马赛克 但是我告诉你 男主人此时感觉自己如同巨石强森一般 再寒冷的冬夜浑身充满了火力 回家的路上 女主人的嘴巴已经吸成了香肠嘴 却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居然欲求不满投吃了女佣 回到富豪家 恩怡照例伺候着女主人 女主人却对恩怡说 这让挂着一脸微笑的恩怡产生狐疑 嗯 谢我什么 难道说照顾你小叔子也是我的分内之事 还是你们夫妻早有预谋 早上 男主人照常去上班 这时她的目光多多少少已经停留在恩怡的身上 这让恩怡的心中长了草 晚上 恩怡给纳梅讲故事还夸她是个懂得尊重别人的孩子 纳梅却说 那是我爹地教的 不是为了尊重你 而是彰显我的尊贵 骨子里留着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血液 让恩怡觉得他们始终是活在两个层次的人 男主人忙到深夜回家 依旧守不离久 她先去吻了熟睡的女儿 然后又去吻醒了她的女佣 虽然恩怡长得并不美貌 大腿上还留下了难看的伤疤 但男主人因八个月没有尽情地放纵 恩怡年轻的身体让男主人的身体受性大发 太棒 赵妈却在门外将一切听得清清楚楚 清晨的钢琴声依旧响起 恩怡擦了口红 画了眼影 赵妈如往常一样 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男主人给了恩怡一张支票 恩怡的生活开始有了额外的保障 看到恩怡不仅讨男主人的欢心 还让女主人巴死里恨 赵妈有些神色狐疑 赵妈抽着烟泡着澡 和恩怡聊着天 她试探恩怡的感情状况 恩怡显示出自己的雄心壮志 这让赵妈感到不安 第二天赵妈找到了女主人的母亲 向她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并坦言恩怡有了怀孕的症状 而恩怡自己她还不知道 富豪的丈母娘绝对是个狠角色 她一出马 和自己女儿闲聊着 就把恩怡给绊了 假装制造了意外 使恩怡从二楼落下 恩怡做了和辞共振 还好没有大碍 赵母娘这时才向女主人说出了 恩怡怀了男主人的孩子 这时赵妈打来电话 汇报恩怡的伤势 称只要让她休息几天就好 怀没怀孕 现在也不好说 赵母娘恒心 要将恩怡在男主人出差 回来前收拾利落 赵妈给恩怡带来了 超大的鲜花篮和慰问金 说是主人家的歉意 一个人回到高家的赵妈 受了女主人的气 男主人到家问赵妈 恩怡去了哪里 赵妈只说了恩怡进了医院 女主人拦下了赵妈的话 她便不敢再多言 面对豪门内院的肮脏交易 赵妈不迟也不屑 她的儿子是大韩民国的检察官 而她却不得不在这富贵圈里捞银声 恩怡出院这一天 医生告诉她已经怀孕四周了 这让恩怡的心中另有了盘算 她的胖闺蜜丑赖 却劝她打掉孩子离开高家豪宅 赵母娘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得知恩怡做了产检 已经怀孕 母女二人开始精心策划 该如何将恩怡除掉 丑赖送恩怡回到高宅 打理她吃了药离开 赵母娘一双灼热的眼睛 恨不能把这个想纠战雀巢的 小贱人撕碎 黑暗中 女主人对男主人出轨女佣的事情耿耿于怀 赵母娘却劝她不要难过 坐稳自己的位置才最重要 深夜 女主人拿着高尔夫球棍 来到恩怡的房间 她高高的举起 却看到在一旁的赵妈而没能下手 看着这一切的赵妈 突然觉得恩怡很可怜 她后悔自己多嘴 让赵母娘掺和进来 恩怡对赵妈说 感到这个家里怪怪的 第六感让她辞去这份工作 我了个去 你把人家男主人睡了 还当其他人都是瞎子吗 赵妈借此机会劝她离开豪宅 自己去过清静日子 走走走赶紧走 别迟疑 恩怡喝着宝胎药 不停地思索着赵妈的话 赵母娘不停在女儿耳边 逼逼赖赖声称 一定要对恩怡斩草除根 不然后患无穷 这对母女把恩怡叫进屋子 赵妈也在旁边 恩怡还没来及解释 自己耽误这些日子 女主人啪啪两个大嘴巴子 让赵母娘看得简直不要太过瘾 恩怡不敢发作 只站起身 质问女主人 这是在做数码 女主人说 我带你不薄啊 恩怡自知理亏 软了下来 女主人啪的又是一巴掌 赵妈看不下去了 有钱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女主人却不放赵妈走 恩怡越是道歉 女主人就越问 你为了什么道歉呢 然后啪啪啪 女主人的啪啪啪 和男主人的啪啪啪 可不是一个滋味 赵母娘给了恩怡十万块的支票 让她去堕胎 恩怡懵了 你们咋知道我怀孕了呢 好不值得可怜 赵妈是又气又可怜 拿着冰带给恩怡敷脸 她老练冷静 认为这件事情错不在恩怡 而是在男主人身上 赵妈质问恩怡 她打你 你就让她打你 是不是傻 恩怡心存抱歉 所以不敢造次 深夜 纳美说出了要保护恩怡的话 这让恩怡觉得很温暖 纳美说出了 是外婆故意推梯子 造成恩怡跌落的事实 恩怡感到意外 女主人拜访了药网 将恩怡的保胎药 换成了堕胎药 又告诉赵妈 让恩怡搬出纳美隔壁房间 回到赵妈的房间 好监视她 恩怡告诉纳美 有心奶妈要来顶替自己了 因为自己也怀了宝宝 女主人终于去医院待产 男主人来到医院看望妻子 恩怡向赵妈说出 自己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可是刚刚走出院子 恩怡就被保安带了回来 并把她的手机拿走 赵妈警告恩怡 这些有钱人吃人不吐骨头 顺利产下双胞胎的女主人 和男主人在人前幸福的 拍好了出生照 但是面对男主人的殷勤和虚伪 女主人强忍住一枪怒火 深夜 恩怡喝着 其实已经被换成堕胎药的保胎药 在主人的卧室里到处留脸 男主人因在医院吃了女主人 一憋心情非常不好 她怒气冲冲的回到家中 发现恩怡正在自己的浴室里泡大澡 恩怡告诉男主人自己怀孕了 男主人本来戴着银笑的脸突然僵住了 恩怡告诉男主人自己要生下孩子 赵妈及时走过来呵斥了恩怡 恩怡突然感到不是 接着水被鲜血染红 她斥责男主人一家不拿自己当人 还一味拿着孩子要挟男主人 男主人面色轻松 生两个也是生 多一个也能养 那你就生下来了 可是还没等恩怡高兴太久 丈母娘就请私人医生 让恩怡的小宝宝嫁和西去 男主人这下怒了 我想让哪个女人给我生孩子 你居然把我的孩子给弄死 面对女婿强硬的态度 丈母娘开始害怕了 恩怡手术中由赵妈在外面陪伴 家中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 但她后悔自己的冲动 害了恩怡 恩怡啪啪给了赵妈两巴掌 你以为你是我妈啊 死老太婆 赵妈心存愧疚 给了恩怡一笔钱 让她好好生活 恩怡却拒绝了 她决定复仇 恩怡从医院出来 回到丑赖家 她抱着软糯的闺蜜 诅咒着自己的工作 却满心想要一个 和娜美一样可爱的女儿 女主人出了月子 和男主人一起争桑娜 却拒绝了男主人爱的邀约 称要孩子的时候 再爱也不迟 恩怡回到富豪家 偷偷抱起了小baby 把男主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大厅里 男主人一家质问赵妈 你怎么能把这个神经病 放进来呢 赵妈恨透了这些冷血的有钱人 愤怒的摘下白领巾 老娘不干了 恩怡出现在二楼 她在这家人面前 将自己吊在顶灯上 让这栋豪宅永远回荡起 肚子里死去孩子的哭声 看到这儿突然觉得 恩怡并不值得可怜 要知道 有些看似通往罗马的捷径 其实只是走入地狱的漩涡罢了 自爱吧您呐 下期见 么么哒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的有趣视频 欢迎点击频道首页 记得订阅尬聊电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